不奇怪 不奇怪 嘿 哈喽 耶 大家好 今天那個 呃 哎 遲到了 三分鐘 啊 啊 哈哈 今天因為那個我在拍戲嘛 然後 所以 今天這個就是 有一個 咱們這個連線直播 但是雖然我也不知道 他們這個連線怎麼 怎麼連呢 啊 怎麼能跟他連線啊 啊 我 我開沒演了 對 我 試一下怎麼關 然後 然後 嗯 不是 說好的連線直播嗎 怎麼連啊 啊 哎 這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等一下啊 他也 他也開了直播是吧 那怎麼樣能把這兩個直播放在一起呢 怎麼 哎呀我去 他就沒直播了 嗯 怎麼連線啊 怎麼連線啊 下面的連接 哪 哦 啊 哦 哦 同屏連麥是吧 哎 算了 太麻煩了 哎 等我一下啊 我去問一下怎麼連線 哦 哎 哎 哎 這麼巧 你也在直播啊 不是遠程連線嗎 哎 你也在直直播這麼巧 哎呀 什麼 哎 你不是在拍戲嗎 哎 對啊 我 我不是在拍戲嗎 你怎麼來的 你說我怎麼來的 哈哈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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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啊 對 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連線 所以就知道 你是在那邊 對啊 我剛在 在那邊直播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連線 所以就乾脆就過來這 啊 我以為我們是分開連線 啊 行嗎不用招了 給大家一個 surprise 我剛演的怎麼樣 好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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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 等一下啊 你覺得是因為它太重了吧 對 然後我們是不是要拿一個手機看一下大家的評論是什麼 哦 我的媽呀 怎麼了 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然後 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幹嘛 我幹嘛外賣送到了 诶 看这是谁的呀 这个一看就是你的鱼丸是吗 现在是让我吃掉它吗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是要吃吗 谁要吃 现在谁爱吃卤蛋 所以在剧中你们的卤蛋都是 人这个卤蛋是拿来敷头的不是拿来吃的 反正今天大家这么开心那我就尝一尝吧 好吃 诚哥你不打算喂一下丁线吗 这个就我可以自己来 我吃哪个都可以是吧 那我刚好 这个鱼丸是挺不错的 这是你们拿的叫的 刚刚到的 这个鱼丸的味道应该是便利店的味道 嗯 好吃 嗯 卤蛋就算了吧 太大个了 诶 好吃了 吃你 不是 好吧 就是没有gad到 就是我们不是在 就是你不叫了我让我 不是叫了一般就是我吃了嘛 然后说很好吃 然后你完了我不是说你也吃一点 然后你说我不吃你吃吧 你是在戏里 刚刚我们说好吃 你是想再演一下 我刚刚演完了 你是吗 我不饿 然后吃 所以其实你们在剧中 更多是同桌的角色会多一些 你们在学生时代 那些同桌印象最深刻的 有吗 同桌 同桌 我就是 好像大家 学生时代都会有这么一个同桌 就是胖胖的同桌 对所以我的同桌是胖胖的 然后我会经常 跟大家 我手 黑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练 不好意思 大家就是 中途 出现了一些 调一下我的设备啊 不好意思 怎么卡住了 什么提示 往外做的 因为我这个上半身比较短 所以我就穿了个外套 你是让我做低一点 所以我们继续同桌的话题 学生时代总有那么一个同桌是胖胖的同桌 所以我的小竹呢 反正就是我的同桌是一个胖胖的同桌 然后我记得经常也是会跟他因为一些少事情吵起来 就比如说就真的会有就是不要超过那个三八线 真的是会这样然后就就会跟他护嘴 然后就吵起来 但是没有碰到像周四也这样 你呢 我真的想不太起来就是学生时代同桌 我感觉我好像一直都没有 我是胖胖的同桌 胖胖的同桌 我都忘了 而且我那个同桌经常传作业的时候就不给我 就不给我发我的那个本子 他就是故意会往外走 这是真的 你同桌是何欣文吗 不是 不是何欣文 是一个小胖子 ok ok那咱们下一个问题 刚才刚才两位的整体的这个关于同桌的解答 好像大家会有一些小反馈啊 什么反馈 来啊我们来读吧 你们给我看我们来读吧 他说何欣文说无语 何欣文说无语 没有其实何欣文他还是挺好的 那这样就是我们下一个环节吧 我们直接来进行一些小的一些问答的抽签 我们现在准备了10张的这个提问的卡 对我们现在准备了10张提问卡 我们来抽一下这个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来上卡 请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卡的封面吧 哇 小心 没事吧 啊我们这个封面真的是很好看 嘿 是我们在那个天台上面的 所以我蛮喜欢这张照片 哪一张 嗯 这张照片有点比方上有龙王在的感觉 嗯 好了 来我们来抽卡吧抽卡 每张卡上都有一个小问题啊 然后也希望就是这些小问题也是摘自这个网友对大家整个的希望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然后想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大家这个对于剧的这个感触 来我们来抽吧 谁先抽 谢谢先来吧 稍等一下 我感觉我这个直播有点变形 好像是那个瘦脸开的是吧 我的镜头 我的歪了 我没发现歪了 正了吗 好厚一点呢 嗯 是不是我们两个得对调一下 啊 对你老板 这样子是不是有问题 是我们的手要是对调一下 对调一下 对调一下 不然就会一直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对调一下 就是位置上 这样不就正对了吗 就不用 为什么要开两个手机直播 因为一个是你个一个是我 本来不想让你们连麦吗 哎你把我截图了 谢谢 可以了可以了 这儿的空调能开高一点 不不开开低一点 有点热 嗯 你动我的镜头干什么 你动了一下我也 这个 其实插不了 哦我知道了 就这样吗 是吧 嗯 其实还好 嗯 声音小一点 嗨 OK 我们刚刚说到哪啊 来抽问题吧 抽问题 嗯 我先抽什么 我抽的是问他的 对抽给周思末的问题 嗯 那我就给他 哦 好了 剧里的哪一个情节 让你最难忘 最难忘 嗯 有一个情节还没播 就是我最难忘的那个 还没播 可以剧透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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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天 freestyle的那场戏 就是那个本本子上本来只有0.1的 然后我们和导演在那里拍了一晚上 哦 那一场 我们freestyle实在挺多的 就是那个有宋子齐和原放的那个 哦 那场戏但但那场戏还没有播 嗯 说一个已经播了的吧 就是 可能是 全剧最开头的那场戏 嗯 嗯 就是那场丁线来找周思月 来大学里找周思月的那场戏 嗯 我看到 因为我会 就是我看自己的剧的时候会开弹幕嘛 然后就是看大家的评价什么 我看到有很多人说那场戏 有点尴尬 尴尬 你说我大学去找你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开头容易看不懂是很正常的 对 但但其实那场戏我很难忘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 对我也挺难忘的 嗯 我感觉那那那那场戏其实 嗯 因为我们在拍没有很久的时候 就拍了这么重场的一场戏 因为这很很重场 这个是我们开戏没有很久的时候拍的 就没没几天吧 哦 我记得什么 那场戏我记得演那场戏的时候 就是我看见丁丁线 他拖着一个行李箱来大学里找我的时候 就感觉 哦 就是 就感觉 啊 我是个渣男 然后就是 因为 一个女孩子为了你复读了一年 啊 然后 嗯 那么辛苦的复读了一年 然后他鼓 鼓起他的勇气 来学校里在你的宿舍下面大声喊你的名字 嗯 这些事呢是放在高中的丁丁线身上是 就是不太会 不太敢做出来的 所以这一年 这个丁线他改变了很多 他变得大胆了 勇敢了 然后呢 他提着一个行李箱 特别是我当时看到那个行李箱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 好难过 就 我就 所以为什么要 对丁丁线这么残忍 嗯 然后 嗯 而且那那那场戏 反正可能是因为 嗯 反正我看了还是挺有感感觉的 嗯 然后可能因为是 呃 尴尬是因为 不太想把它刨得太明嘛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 会存在大家会有点看不动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看进去就会 就是知道这个前后的话 就可能才会觉得 嗯 挺不错 嗯 好 我们第二个问题 那周四月给献献出问题 啥呀 看 请对上了大学的周四月 和丁线 说一句话 哦 那我对周四月还是丁线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跟上了大学的周四月 周四月说吧 就是 周四月 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所以你就不要跑了 好吗 哦 哦 哦 不是 不要不要不要 什么 我是对于剧情里面的说的 因为我想说的意思是 因为丁线他一直都是在 默默努力追逐的一个过程嘛 但是在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就很想让丁线对周四月说 就是不要再这么阴阳怪气 每天就就是 板着个脸 板着个脸 然后什么都不跟我说直 但是就是知道了之后 你看我们高中三年 三年也已经过来了 那为什么到大学的时候还是这样子呢 所以就很想冲他喊的那一句话 嗯 对 然后对丁线说一句吧 就是 谢谢你的坚持和努力 嗯 还好你没有放弃 大家不要想外不要想外 你刚刚那那句话也是我想对周四月说的 是吧 就是怎么 为什么要一直就是躲避呢 什么什么的 对啊就是会抛开这些会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所以你们哦 那么想真的 所以我当时在演的时候我也特别的痛苦 我就是天天就是在问导导导导演 就是我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啊 一直就是躲避啥的 然后到后面我想的比较清楚的时候 我觉得周四月呢 他 无论再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 嗯 刚上大学的一个小男孩 他可能很多事情都很有自己的主意 都比较成熟稳重 但其实他对待感情的话 他也是第一次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两个人的关系 那作为周四月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个人的认为是 就是 就是他之前在丁仙面前 一直都是一个闪闪发光 都是大家心目中 嗯 理想的那个男孩 但是那个暑假之后 他 就是他的家庭 还有他独自来到了大学之后 他被寄过了 嗯 你知道就是 就是当面对现实的时候 会有一些反应的 就是我就突然感感觉到那个 就周四月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像 并不像以前那样子 就是是给 能带给丁仙力量的那个人 能指引方向的那个人 但其实在丁仙心里 还是有力量的 只是 对 只是周四月 因为他这个小孩 不是 什么小孩 我年纪也不是很大 就是周四月 他一直以来的心态就是他 他老是喜欢背负很多东西 咱多事呢 他都是往自己肩上扛 嗯 这个咱 所以才会相互 就是 就是 误会 误会 然后到后面 因为丁仙身上也有很多 想来想去的东西 然后你想你的 我想我的 对 可能上了大学之后 周四月就觉得 自己可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子了 而且也觉得丁仙 他听到了丁仙跟苏博从那个话 就发现了那个什么 原来丁仙做这么多都是在追 在追着我 我希望丁仙能够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所以他就是会一次一次的这样子 但其实在丁仙的心里面 就是想要为了 那个优秀的人 自己也想变优秀 嗯 所以就是丁仙也有他自己的立场 然后周四也有自己的立场 所以这里面会有误会的地方 都没有错 嗯 大家都没有错 嗯 OK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 那线线抽一下给周四月的问题 他刚不是刚 哦 刚刚说 我有好多了 想问一下演员陈哲远 你饰演的周四月到底哪一刻 诶 对 心动的 开始心动的 哦 开始 开始心动的 开始心动的 对不起 就是周四月对丁仙 对对对 哪一刻开始心动的 会不会对周四月自己 我觉得这个事说的太明就没有意思了 这个少年时的 不是你觉得觉得的吗 我觉得的 对丁仙的 这个 刚开始是觉得丁仙很特别 是一个很倔 然后又很笨的一个小女孩 嗯 嗯 然后到后面是 嗯 他发现 嗯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 就是他 周四月应该好 是应该的这个事 所有人都在关心他好不好 那这个丁仙 会关心他累不累 就是他可能 就是 从那个时候就 觉得丁仙不一样 在他心里 嗯 嗯 嗯 好 好下一个问题 四月抽给线仙 都瞄一下 我是不是声音太小了 这个 刚刚已经说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 远哥把声音开响一点 他已经开最响了 哈哈哈哈 那你就人往前一点 对对对 往前一点 对 嗯 嗯 他同框了吗 暗格播出之后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网友留言 是什么 网友留言 是什么 什么 是 快点快点 啊 什么 什么 啊 哈哈 哈哈 是什么 是什么 我有看到一个就是 呃 因为丁仙不是剪坏刘海之后 真的是很像锅盖 然后他我他们就说 这是锅盖本盖吧 哈哈哈哈 就是很好笑 然后又很损 但是我自己看了之后又 哎 怎么还挺可爱的 然后大家说了说是 真的很像锅盖不想再看了 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 河豚的表情包 挺可爱的挺可爱 还有我还看到一个是什么 小学鸡斗嘴是吗 祖四月跟丁仙 啊 但是这个不是 啊OK 就是有看到的那个留言吗 就你们两个在干嘛 每天都在斗来斗去的小学鸡 哈哈 好好 OK下一个 来下一个问题 我问你了是吗 啊不对 我问你 你问我 给你一分钟思考模仿钉线的样子 给你一分一分钟思考模仿钉线的样子 模仿钉线的样子 模仿钉线的样子 嗯 一分钟思考 你也可以不用一分钟 对啊 为什么要一分钟思考 那你十秒钟吗 还是三秒钟 三二一 新的 新的 什么呀 新的 这个不是钉线 钉线 这个是徐光姐 钉线不是这样 钉线的样子 钉线的样子 鸡线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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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铁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就是你 你那次考的很好 你看完自己的成绩 我知道 然后我在窗边看着你的时候 你当时拍的时候很想笑啊 我看到你憋着憋在忍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很有意思 网友评论也想让倩倩模仿一下周 我已经猜到你要模仿什么了 垃圾鼻 我已经猜到你要模仿什么了 你说一下我看你有没有猜到 你想模仿我那个是吧 不是你要做过了 ok 来 我怕我又笑了 别笑 等会你往前一点 ok 你别看我 你看 你 来 把自己挡起来 我看这个 这道题都说了都要变了还做错 傻不傻 但是我没有模仿好 太好笑了 傻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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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傻 我不傻 我知道 这句话是有含意的 好 你要解释吗 不用解释 让大家慢慢的去 品味 傻不傻 好 傻不傻 好 下一个问题 我问你了 还记得镜组拍的第一场戏是哪场吗 记得 你 你拍的应该是跟苏伯从的那一场吧 不是我拍的是先走就是那一场 但是但是是上一场就是我走出去 然后不是接你出来 对 我拍的第一场应该是 啊就是你在走廊上面走 对 然后心情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然后走走走走 遇见了苏伯从然后他带我去天台的那一场 那是拍的第一场戏 对 然后走走出来之前的戏是 接的是我们在教室里面就是 你不是给我讲题吗 周四月给第一件讲题 就是说 这里是不是还错 这个什么分都丢了 那一场 然后我说了一句说 我要是多做对 那考九十分的就是我的 然后就走去走 是那一场 对吧 对的 嗯 OK 我拍的第一场就是在走廊上面看到那个 看到苏伯从跟丁县两个人在那里 在那里搞小动作的一场戏 小动作 没有小动作 反正就不知道在那说什么的一场戏 形容 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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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哥 ~~ 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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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 rain 丁县 丁县 有点别的词,善良,善良,嗯,嗯,其实在第一线的心里面,周虽就是一个又温柔又善良,人又好,所以每天臭屁,对,对,这么的一个人,嗯,嗯,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好,这次现在和思维一起臭一张吧,选一个吧,哦,毛选,就反正这些问题都是要问的吗,是吗,反正都这样说完,我们留一个问题, 那先问我,拍摄现场有没有糗事发生,其实还挺多的,糗事吗,嗯,那个吧,翘翘板那个算是,这个不是在拍摄的过程中,但是在,在拍摄的阶段里面,啊,那个翘翘板,为什么呢, 对,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就是,为什么呢,就本来我是在最高点的,我也是在最高点,怎么可能我们两个人都在最高点,不是,我们是平的,啊,哦,是在中间那个平的那里,对,然后,然后我就感觉瞬间,就,对,对面没有东西了,然后我整个人就迅速的往下落,然后你一路, 。然后你又一路,然后我一路,然后我一路就把你踢到最高那里,然后,他又开始往下落,子又 ans一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啊, 拍摄的过程中你的糗事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你经常被那个灯砸了头 就会出一些小小的事故 其实还挺危险的 但是我们的徐老师呢又非常的坚强 又是没事我还能拍 什么呀 没事我能拍 那不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大家的镜头 学校真的非常不容易 还有什么 但是我想说一个就是 就是有一场戏是丁现在被那个刘老师 电铃念那个 不是刘老师是那个 英语老师读英文的时候 他是真的 在那里给我笑 因为我当时本来在外面弄发型什么的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读的 当时呢就是他们的全景已经拍完了 然后就是拍我的近景嘛 然后我刚刚未ก样完 还挺闷的 因为我都他不知道要演什么内容 对 但我已经把我的那个演完了 他已经拍完了 但是原icut要切我们两个的画面嘛 然后直接就开戏了 一开戏然後丁先生站起来站在那里读 然后他们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就 给我笑场 完全放不住 搞得我自己都读不下去 你是怎么读的你要不要 我忘了 什么 什么 My name My name is 反正就是一个英文 然后很认真的要 就是念 把它念好 这就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语调或是口音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 那因为线线在演的时候 本身就要不太会 那你为什么 这个是我后面才知道 这个是徐姐故意设计的 跟导演一起设计的 就是设计的 然后所以当时在拍我进行的时候 试了三四条 就是她在旁边给我搭 就是她在那里念 我完全演不了 因为戏里面周四月要 就是不可以笑我要担心 对 然后在那里想要怎么 就是把这个丁线的口语给整明白 但是我呢 就一听到就 my knees 如果我到后面演的时候 我就直接拿那个书本 把脸挡起来了 能不能尊重一下 谢谢 到后面拍的时候 导演说导演实在受不了了 丁线 你不用搭了 你去教书外面等 但是我当时心里面 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 没有办法先提前 因为在拍嘛 我又觉得说 他是真的 我是真的念头不好吗 让我心里有一阵的想哭 这个是因为演的好 就是你设计的好 对设计的好 对 那我们来看看 还有很多人输了钱 对 他们还在那里打赌 说很多人输了钱 就是我们的制片人 在那个监视器那里打赌 说那个什么 说这一条陈线还会不会笑 对 我们看看现场的问题吧 你觉得周四月像哪一种动物 河豚拉车还无数呢 但是他现在不像了 周四月 行吗可以 那你像什么 河豚很可爱的 那丁线 生气的很可爱 他河豚会爆吗 周四月合 丁线就像一个小卤蛋 这是动物吗 卤蛋也是动物弄出来的吗 对 那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弹幕里头有一条 然后好多网友都想问 书里的周四月和现在就是距离的很不太一样 周四月 书里的周四月和距离的 这个其实我一直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什么 这个不是我想象中的周四月 这个跟书里的周四月不一样 我特别想象大家就是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演的确实跟书里不一样 确实不是你们想象的周四月 也不是我在书里面想象的周四月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我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每次演戏就是我的习惯就是先找到他的根嘛 就是分析他为什么会成长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那书里的周四月他可能家里的就是环境 是跟我们剧里的设定不一样的 我们剧里的设定周四月的爸爸是一个清华的教授 但是书里的周四月的爸爸是一个就是 这个好像不是很能说 反正就是他的爸爸不一样 那这个爸爸都不一样了之后 那这个儿子怎么可能一样呢 是吧 然后就是书香世家培养出来的小孩呢 他的感觉呢可能就是跟其他的有一些不一样 而且大家也看到戏里面周四月穿的衣服 都是比较干净的 简单的 然后周四月的发型呢是一个就是有一点也像锅盖头一样 是吧 有些时段是 对对对 分时段 所以就是大家 一般来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第一印象 首先就是从他的穿着 从他的外貌来评判的 那我看到就是像这样的造型了之后 然后我就大概有了一个清理周四月 在剧里面应该呈现出来的什么的样子 是这样的 ok 那我们进入下一趴 我们准备了一个派利德 这个可能现前会很熟悉 来 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 就是那同一个吗 对啊 同一个 我还想再说一下刚刚那个问题 好 好吗 可以啊 因为我在看书的时候那个周四月最打动我的点 是他的就是可能他比同龄的孩子们更成熟一点 对因为他比较早熟然后比较 所以在可能碰到很多事的时候 小伙伴们都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他就会一副游刃有余 然后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办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点是我觉得我认为的周四月比较打动我的点 也像到后来为什么他会一直拒绝顶线 因为他老是喜欢把这些事都扛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的成长环境 因为他从小就想保护妈妈 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比较小女孩的人 然后他就是我们在戏里面也加了很多就是妈妈不太会生活的细节 然后有很多周四月会去帮他 就说什么你那袋米昨天不是刚买完吗 然后什么今天又买 然后你出门不要不要又忘记带钥匙了 所以周四月是暖男 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 但其实周四月挺暖的 对就在大家看来 嗯 嗯 就他一些细节的地方 嗯 觉得很暖 不重要 你们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周四月和丁线 对 对 这是网友评论的新生 对 徐姐在我这就是丁线本线 丁线本线 对 嗯 那好那看丁线手里的那个相机已经拿到手了 对 要不要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相机的这个原油 这个要讲吗 你知道 简单说一下吧 好这个怎么开来说 嗯 嗯 毕竟是数学上的东西 对不太会用数学上的 这红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 啊你知道吗 这是这是 这是 这是苏先生的东西 这是 苏莫才照 哈哈哈 哈哈哈 数学上的东西 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够 好 苏莫丛 这个这个相机就是 你让他拿着苏莫丛的相机给我周四月拍照 那肯定是周四月要 要我拿着苏莫丛的相机给他拍照 哈哈哈 这个 我等会 我是借了那个 苏莫丛的相机来给你拍照 给我们两个拍照 哈哈哈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拍照 可以吗 嗯 怎么拍 我拍他吗 周四月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没有我这么说了 乔把你惯的 哈哈哈 把他惯的 乔给你惯的 乔给你惯的 弹幕说了 苏学长都可以给现眼影拍照 为什么 周四月不可以拍一张呢 周四月拍的一定要比苏随莫拍的好 那肯定 那来啊 来 我来给你看 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 对 是按 按这个 按这个 按这个看 是按这个 大的 等会等会你先 试试这个吗 按这个 按按按按这个 这个 这个 你看 按按按按错 对 这么近吗 你可以稍微远 没事 诶诶诶诶 我 我 我还没有按呢 你已经按了 这 我跟你说 这个苏伯聪相机有问题 这苏伯聪买 买的什么相机 这是 谢谢小根 我买个新的给你 射死检查 哦 哦 粉丝脚本本记下来了 我先看一下那招 说到要做到 周哥射死检查 周哥我欠 你欠我一个拍照 你说这个 摄摄摄摄摄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不一样的人 他拍一样的东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周四月拍的东西跟苏伯聪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我只能接受 对 那我先看一下你拍的是什么样 你笑的 你到啥 笑一下 露点牙出来 你这要求怎么那么多 枕头都不会开 这 来 来 来 这算你故意的吗 来来来来 刚那样子啊 可以快不快 感情来了 有了 好 有了 所以 好 再丁线给他拍 对 谢谢 其实这样抓拍的还可以 就你随手一拍 挺自然的 但下一张肯定更更可以 稍等啊 网友问那个 是周四月拍的好 还是苏学院拍的好 还是苏学院拍的好 苏哲远 苏学长 就是每个人拍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风格 但是网友现在只想听 一个准确的答案 我看 我先看一下照片 如果真不好 就不是我 那是吗 很胖 这个我怎么说是谁拍的好 怎么 都说这个相机有问题 你让我用他的相机 怎么能拍得出好大照 包拍的都 就是 请各位 来 你自己看一看 是有点胖 到现在拍了 来 拍张所以 这张还好一点 拍张所以 自己拍 自己拿是吗 可以 让远哥拿呗 男友力 我来拿吧 好 上这课怎么还能拍照的 要拍的我给你们拍 我这摄影技术 大家一定想得到是谁来了 我们的 舅妈来了 我感觉我们 不是不是 你可以这么这样 现在 现在连我自己都 叫舅妈 让我来给你们拍一张 好 好 那这个 来 让我记住怎么样 给我打电话 老师 你就同意他们这么明目张感了 我 我就是 因为最近在那个播出的时候 然后好多粉丝都跟我说 说感觉我是那个陷入思越的那个粉头 今天我就让你们介绍 今天我就让你们介绍 介绍什么叫做 镜头里做一做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一下什么叫头牌一线可粉 哈哈哈哈 就问大家羡不羡慕 对 但是我望里做了之后 他们俩会不会有人给挤出去 他们俩必须得同框 不要有人给挤出去 那必须的 那必须 哇 稍微挪一点点 我的拉近 我的陷入思越宝 但是真的自从那个杀星之后 特别想你们 嗯 我 我看剧的时候 对对对 啊 就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嗯 我也是 你不是说你小班 对就是 我每次看到刘老师在那个课上面讲那些话的时候 就想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还真的是都是那样讲 什么高考就是千军万八 过木桥 然后还有那一场 他跟我握手那个 握手那个 对对 他握完手对我 因为那天就是播出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手机上 那个宋紫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说怎么的 他就发我那个笑的表情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的时候笑喷了真的 而且我看到现在就是现在一想到你们俩就是 我先想到你脑子里就全都这个 不会是刘老师拍的 你看是不是 是 对这个好吧 你比这个来看看 这什么 这合理吗 出名 但是我要我要怎么说你拍到来苏学长拍的好 这 这 因为刚才我在那边里面那个打开直播的时候 已经有人跟我说 说你快去看看吧 他们俩正在用学长的相机 哈哈 所以 所以我变得出来振指的多 对 我现在反正一想到 想到你们俩就是 我想到你的时候 现在满脑子都那种 哈哈哈哈 然后想到你的时候就这样 这个 是吗 是吗 对 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有人加油 是这样加油 对吧 不是 我当时想这个时候我也是 无意之间 因为我在想 如果是钉线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打气 但是他又不会像 就是性格非常活跃的人一样 这还不活跃啊 对啊 这多活跃啊 他只是偶然的时候那么一下 他不是五十五刻都这样子的 所以他就在想 但是他要有他自己的风格 加油 这很常见吧 对 对 这我印象非常好吃 既然都说到这了 刚好三个都在 我们就还原一下原剧情的某个场景吧 原剧情的某个场景 什么场景 我们三个人 对 我们现在就是那个 一秒回到那个八班 我们三个人是三班 三班 哈哈哈哈 啊 刘老师 刘老师创班了 刘老师你带人带小鱼心带 你是不是带小鱼心带 你是不是带小鱼心带 我 我 我可能心跟着杨真子的走开 哈哈哈 你们必定你们毕业了之后 我要带新的班 我想到我们三个人的戏 想到的第一场戏 就是我去那个参加那个竞赛的时候 本来我和丁线在外面 他送了一个 然后刘老师来了 对 对对对对 抓包 那咱们再来演一下 哈哈哈哈 还有道具都准备好了 诶是吗 嗯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对 这个是这样的 对 这个是当时拍演剧前戏的时候 对啊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先展示一下上面的秀的 对 给大家展示一下丁线的本尊的手艺 平安 对对对对 丁线手艺 平安 平安说自秀的好丑啊 平安说自秀的好丑啊 哈哈哈哈 我们开始啊 是丁线轻手艺 我假装现在不在 假装现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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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先 就我们两先 对 那从哪开始 没洗头 没洗头那一头还是这样的 是这样 我就是你不是做 我先问你紧张吗 就是我正准备进考场 然后你叫我一下 那还有什么来的 然后你问我你怎么来了 你问我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睡过了 我们来freestyle就好了 来吧 来 三二一 三二一 开始 我有点好笑的 开始你叫我 叫我 等会你这样要怎么 就是我正准备进去 然后然后你叫我一下 周思雨 你看你自己要这么演 好来来 然后就说 再来一下 再来 三二一 周思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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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了 这还进行的下去吗 哎 你怎么来了 我本来要来送你的 但是我睡过了 送过了就别来了嘛 等会儿耽误我考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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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 那什么 你紧张吗 紧张 紧张 嗯 还好吧 就是一场考试而已嘛 你先把眼睛闭上 嗯 把眼睛闭上 嗯 闭上了 手伸出来 这个很难不笑对不起 哦 这个 是你做的 我第一次秀 你别嫌他丑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 我要说什么 说我每天晚上不做作业 就要秀这个对吧 知道你还做这样的事情 啊 那不是小里考的好一点吗 少不少 去吧去吧 我没洗头 我没洗头了 哦 还有这一出啊 过来 你们得没洗头 我才要进去啊 过来 过来 干嘛 你先过来 过来 诶 今天怎么洗头了 今天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你要问一下 你干嘛 你干嘛 吸收点 吸收点灵气 那个我用的是发水 嗯 好 那我先走了啊 舅妈还没少 舅妈 这周 舅妈磕到了 呦 这不是丁线吧 丁线也来给周思月加油啊 干清不一般嘛 不要耽误我们思月考试 思月时间差不多了 走吧 哎 没事 我又孙道 我现在走了 我 你那边你别着急 别着急 最后再讲两句吧 嗯 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刘老师 刘老师的戏份 就这样结束了 好了好了 感谢两位 那我们现在想要 这段能看吗 歪了 来 其实我当然 就是拍这段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现场走走戏 就是说那什么吸收点灵气的时候 灵气 我本来刚开始还真的以为要这么演 就是摸完之后 吸收点灵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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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演完了 然后现在 这个 我看弹幕里好多人想要 有一些直播福利 看我们两位 能不能在现场中 我们签一些明星片 送给弹幕前的观众们呢 嗯 没问题 没问题 大家辛苦了 来 现在来这儿明星片吧 我们 快三点了 快结束了 还有五分钟 这么快 对 一起签吗 还是 我觉得可以就直接签那个吧 我们等会直播完的签吗 就不要拔这个 但是这个是送的 然后可以选一下粉丝 就是 大家一下看看 嗯 好 然后 就是 直播之后会给 会给一些粉 就翻一些粉丝 去送这个明星片 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我们的其他的小礼品 丁线 丁线 哎 这个 来 谢谢 哎 这是桌子 这个酷 是不是要闻一下呢 还有 为什么我也要跟着闻一下 哈哈哈 不错 还有限量的这个深海中学的消灰哦 这个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对啊 作为直播福利送给大家的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你们看 我也有 我有 你有吗 我也有 你有 但是你经常不带 哈哈哈 下次这样我看到不带校灰的同学啊 我说谁谁心里有数啊 哇 这个真的还原现场 这个真的很有意义 那现在我们剧已经播到超点了 网友说超点的这几集还挺虐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 虐之后的一些小剧头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面的小剧情 哦 你有看超点的吗 你看了吗 还没 你还没 我看了 我没有手机 哈哈哈 你手机丢了是不是 掉了 你怎么掉了 就是掉了 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会掉就不说 太蠢了 因为这个行为 不太像一个正常人会做出来的 什么正常人会做 我看你什么掉了之后 然后你还跟别人就什么发信息 我回不去了 对 对 但这个确实也挺 挺像他们做出来的事 哈哈哈 不重要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 手机 出门在外一定要寄电话号码 不然会找不到回家的东西 嗯 我昨天看了那个超点的 花了12块钱 嗯 然后有人给我报销 然后看了一下那个 就看了两集 嗯 看到那个周四月一直在拒绝丁线 嗯 看了我 很难受 很生气 嗯 周四月就像一个 就很能忍 你知道吗 就像那个忍者神龟 哈哈 一直在那里忍忍忍 嗯 然后 明明很喜欢 但是又要拒绝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拒绝你吗 知道啊 呃 现在是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 嗯 周四月觉得自己 现在配不上底线 不是 那是 是因为导演不让他接受 哈哈哈 哦这样的 所以 然后每一次拒绝你都要 自己脑子里想 很多 哎呀我要怎么说 我要用一个什么 不一样的方式来拒绝你 然后就想了很多 啊我要出国 啊 我要 我家里人病了 啊 我希望你变得更好 嗯 其实 希望你变得更好 是真的 就是不太希望 丁线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 什么的 但却确实看得 但只有因为丁线这样 那才有一个最终的好的结果 对 因为丁线很勇敢 嗯 就是 这个点 其实很多 我感觉大家都会碰到的问题 就是男孩子 像宋子奇 他和孔沙迪 其实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宋子奇 觉得自己是为了孔沙迪好 所以他帮孔沙迪做了很多 他认为对的 对的事情 嗯 但其实是 那在女生的立场就是不一样 你凭什么来帮我做这个决定 然后就会 所以在做决定之前 大家先沟通一下 嗯 这样就会省去很多误会 嗯 因为其实丁线他本身就不是一个 会去表达的人 他可能更多的是 直接去做的 这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去追追追追追 周四月的时候他也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去告诉我周四月 所以他就一股劲地沖沖沖沖沖 结果每次都被打打打打打打 但是他还是沖沖沖沖沖 嗯 虽然这中间也碰到很多 嗯 难过 有 就是挺委屈的,我看了 我看到那段,就是看到那个在餐厅你打工那一段 我看到就会想哭,替丁县哭 是因为觉得周思悦说的话太狠了,是吧? 他把那个水瓶给扔了 对,就是结合当下的一个情景去看的话就很难过 然后再还有就是因为在那个餐厅的时候先唱歌了 先看到你,然后配着那个歌,你有看到那段吗? 我看到了,就非常的会很难过 所以后面难过之后会不会就有一个触地反弹 然后一直撒糖一直有甜的东西 那误会总会有被解开的时候 那还好这个结局是好的嘛 那现在我们准备有两个道具 然后让大家拿这个道具跟大家用角色里头的语气和状态 跟大家说say goodbye吧 say goodbye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想说 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印象很深的那一场戏吗 就是你到大学里来找我的那个 然后我那天仔细看了一下 我发现就是,就真的丁县很让人心疼 就是丁县他过来之后 他明明那么想见到我,但看到我这个样子不搭理他 他心里很难过,但是他又要那个很坚强的就是还要装作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许姐这些表演上的细节 反正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真的觉得 嗯,许姐演的 嗯,就真的 嗯,就他把那个故作坚强那个 你看 周四月 我给你发信息 发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理我 给你发信息不回 给你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 我以为你不会再出来见我了 对,他就是,他把那个故作坚强的他那个样子就演的,嗯,很,就真的 许姐辛苦 但其实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也 调了很久 对,因为怎么拍当时也不太对 嗯,因为你要想一个人 要想自己 要想丁县 他复读三年 又一年四年 只为了周四月 然后就到大学里面去追的这么一个人 当见到他的第一面 其他话都不说,然后又 没有往前冲,但是又 就是那种感觉很难去 拿捏,嗯,嗯 就这么一个心情 就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如果有理解里面的意思 就可以自己去细评一下 可评 好,感谢两位 那,所以这是 你的机器人 那我们 带着这个 剧情人的道具 跟大家一起 告个别吧 嗯 嘿 这个可以打开 好像没电 没电 好,那 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边了 然后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和关注 然后希望 周四月 和丁线的故事 大家能够喜欢 对 你 那今天 你先 要回去做作业了 不然我妈该骂我 哦 我妈妈叫我回家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真的太好笑了 哪来的电话给你拿 是因为我当 我当时本来我那个手 手机在口袋里了 然后我当时想掏 然后我掏了半天没有掏出来 然后就 喂喂 好 那今天 他们说 今天还有那个篮球赛 周四月 你们也不懂吗 我 我没有篮 篮球赛 是我们的徐姐 晚上有一个演唱会 什么演唱会 这个音乐就是音乐节吧 直播也是一个 直播 反正就是有其他工作 嗯 行 那祝徐姐好运 行 那你不是一会也得赶回去 那祝你加油 好 就是 我们 我们 都一起加油 然后我们就要下线了 好 请大家继续关注 暗格里的秘密 芒果TV每周二三中午十二点 不见不散